1988年12月22日 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 买票的队伍排出一公里长 原定两毛钱的票价暴涨十倍 展览为期十八天 观看者超过22万人次 这标志着人体艺术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而不再是少数人享有的内部参考 并促使当时的人们思考 艺术为何要有裸体 在原始时代 人类的身体尤其是肥瘦的孕妇被鼎礼膜拜 从奥地利伦道夫的维纳斯像 到中国北方红山文化的女神像 都以一种毫不做作的方式 表达着对生育力的崇拜 到了早期文明 弥诺斯的女神坦胸漏乳 古埃及的法老短步遮羞 古印度的少女赤身舞蹈 人类的身体依然展现着自己的风采 而不用担心伤风败俗的指责 进入所谓轴心时代 人体的待遇大不如前 左传里说无人 断发纹身 裸以为是 认为他们毫无礼仪文明 西罗多德也在他的历史中记载 小鸭西鸭的呂底鸭国王 坎道列斯 爱好暴露自己的王后 羞耻难当的王后 命令看到自己裸体的聚集司 谋杀国王 并助其成为建筑 因此还诞生了一个专有名词 坎道列斯情节 这种视裸体为旗齿大入的观念 在隔壁的希腊人看来 异常可笑 就是这些希腊人 视人体为终极审美对象 超越了此前所有文明 把人体形态的艺术表现 由工匠阶段 升级到系统 独立的艺术门类 并成为后世 所有人体艺术的源头 公元前六世纪 古希腊人在借鉴了 埃及艺术形式之后 开启了希腊人体艺术的 古风时代 这种艺术形式 以库罗斯为代表 只是腰间的短部消失了 头上留起了希腊式垂发 古希腊人对裸体的热爱 可能与其地理环境 以及宗教形态 有很大关系 地中海事气候 夏天炎热干燥 冬季温和多雨 人们无需穿太多衣物 人类的身体 因而可以被直接观察和欣赏 另一方面 靠近亚欧交界处的 巴尔干半岛 一向是各种民族冲突 和战乱的发生地 比如 麦西尼入侵和多里安入侵 曾经两次毁灭 更古老的希腊文明 乃至后来草原上的斯基泰人 海上的菲尼基人 高原上的波斯人 都视这里为扩张的必经之道 被频繁的战争所磨练 古希腊人逐渐成为一个 体魄异常强健的民族 古希腊人又以健康的人体为原型 创造众神的形象 并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荣耀神明 这就是所谓的 神人同行同性 希腊人因此将健美的人体 奉为偶像 在地上送之为英雄 在天上敬之为神明 但古风时期的希腊 人体雕塑依然十分执着 人物形象极其模式化 身体结构 也无法与真实的解剖特征准确对应 这些雕塑 还常常带着一种 古风式的微笑 在其后的一百年里 古希腊的人体雕刻 有了跨越式的发展 一举摆脱了古风时期的呆板形象 人体艺术向着更为精巧 与合乎视觉典范的方向发展 这同样与人类轴心时代 各大文明的思想大爆发有关 古希腊早期的米利都学派 研究自然哲学 思考万物的本源 其后的智者学派 则转向了自身 探讨人与人类社会的问题 其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便说到 人是万物的尺度 最终智者学派为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开辟了道路 促成了人本主义思想 和系统论哲学的生成 人文精神的迸发 使古希腊人进一步审视人类自身 影响到人体雕塑艺术 人物的五官被仔细刻画 手指与脚指的微妙动态被表现 肌肉被处理得充满弹性和节奏感 男性生殖器被刻画得短小而又节制 躯干逐渐开始沿着身体的重心旋转 其顶点是雕塑家 菲迪亚斯和米龙的作品 前者创造了著名的帕特农神庙 和雅典娜女神像 后者雕刻的炙铁兵者 将人体动态之美发挥到极致 同时代的波利克里托斯 则根据毕达哥拉斯雪派的数理哲学 规范了人体比例 其目的是为了追求符合完美比例的人体 同时也就是神的身体 因为人体的身体 即是神美的最高体现 也是整个宇宙的和谐在反噬的具现 人体的艺术就是人类的赞歌 人类的伟大就是理性的伟大 古希腊的人体艺术经由古罗马 中世纪文艺复兴 一路传播至中国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为何是人体艺术 何为人体的艺术 这里是由大象公会出品的混乱博物馆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信 微博 哔哩哔哩 知乎 极客 YouTube搜索 混乱博物馆 关注我们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